所以 你借钱给她 跟她协议结婚 就是为了用债务 把她绑在你身边 妈 你怎么还没睡啊 怎么了 你给我解释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谁给你发的照片 谁发给我的不重要 你别误会 她只是瞎帮忙 我知道 替学长假扮女朋友 替朋友撑场面对吧 这个月 她不光去漫画公司兼职 还要一边上课一边送外卖 替人遛狗送花当家教 她做这些事情 都是为了给她的债主 顾南周还钱 妈 你这 怎么 我话可说了 你怎么不跟我解释解释 她为什么要问你借钱 你们俩为什么要 协议结婚 我也不想那样 但是 这么说 你们俩真的是协议结婚 你 难道还是因为那份遗嘱吗 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 你不要管你爸怎么想 妈 不是因为我爸 那是因为什么 我 喜欢她 所以 你借钱给她 跟她协议结婚 就是为了用债务 把她绑在你身边 不是 那你到底喜不喜欢她 嗯 喜欢 我喜欢她 天 搞了半天 你小子是因为追不到人家 所以才想了这个损招啊 这岛子怎么那么笨哪 清清这孩子是讨人喜欢 可是我看着她 也不是那么难搞定的呀 她挺难追的 傻儿子 来 坐下 追女孩子这种事情 追女孩子这种事情 像你这样直来直往 肯定是不行的 跟妈妈说说 你们俩进展到得一步了 妈妈好给你充数主意 用不着 那你自己能搞定啊 赢我的 追女孩子这种事情呢 是不能够那么直接的 要迂回 要有策略 要有技巧 好好好 知道了 都听你的 嗯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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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